我們來看一下第五題 題目說有 abc 三個點 然後他說如果四邊形 abc 一次提起四邊形 請問你低的座標是多少 我先說一下這個題目其實 這一集算簡單的 有更難的題目 要跟你解釋一下有什麼不一樣 好 這題目我們先大概畫個簡圖 反正這個單元我就建議你畫個大概的圖形 你不用畫到很精準 你就畫個大概就好了 好 題目說呢 A在哪裡 A在2-4 對 2-4 大概在這個位置 ok 然後2-4 那b 勒 是不是5-1 所以5-1大概在這個位置嗎 這是b 5-1 c呢是-2 3 -2 3 大概在這個位置 2-2 3 1-2 3 1-2 3 2 4 然後他問你租多少 好 那第一件事情的話呢 你應該是先把怎樣把它連起來 所以你可以猜得出來 租大概在這個位置吧 對不對 所以2-4 多少 這個就是腳下多少 腳下是xy 好 那我們怎麼說這樣子的題目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來教你看喔 請你把那個 a c 連起來 b 勒連起來 b 勒連起來 好 我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知道嗎 如果是這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請問你 a 跟 c 的終點 會不會可以等於 b 跟 c 的終點 會吧 所以把它寫上去 a c 終點 應該會等於 b 終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活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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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學過嗎 平行線的終點那個 對角線相連接 我們不是說互相平分嗎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a c 的終點怎麼算 是不是 2 分之 2 減 2 還有 2 分之 3 減 4 就是直接兩個相加處理掉 對不對 會啦 然後是不是應該會等於 b 的終點 b 跟 c 的終點 那 b 是 5 負 1 對不對 然後 z 是 x 的 y 所以兩個相加處理又變成 x 加 5 處理 2 還有 y 減 1 處理 2 看懂嗎 會啦 所以 x 的 y 就很容易解除完 所以請問你 a 跟 x 你看這邊 這邊不是 0 嗎 這邊應該也是 0 吧 所以 x 應該是負 5 吧 那 y 呢 這裡是 2 分之負 1 所以這裡應該是 2 分之負 1 所以你的 y 應該是 0 所以你答案出來 答案就好 租的座標座應該是負 0 這是你答案 ok 可以嗎 那如果就以這一題的話呢 到這邊就結束了 可是我告訴你啊 事實上來看這邊看這邊 如果題目不是這樣出 題目是用別的方法的話怎麼辦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如果我沒告訴你說是 a b c d 就是我的意思說 我沒告訴你說 a b c d 我只告訴你說有三個點 我把 a b c 三個英文字拿掉 然後我告訴你說它是個平行詩編輯 你知道答案會有幾個嗎 答案不會只有一個喔 答案應該會有三組喔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只是其中一組而已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少什麼樣子 可能找這個樣子有沒有 像這個有可能當你一次邊形嗎 還有另外那邊這邊有沒有 這邊這個有可能當你一次邊形 這邊這個有沒有 那答案就有三組喔 然後三組解保的都一樣 只是一個是 像這裡的話是 b 跟 z 的終點 等 a 跟 c 終點對不對 那有可能是誰 a 跟 z 等 b 跟 c 啊當然有可能什麼 a 跟 b 終點等 c 跟 c 等 所以你會有三組 不然你會有三組 我看你們有沒有三組 那程也要接到到那個程度上 如果我不習慣上的原因 今天晚了 晚安 晚安